大選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各位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晚安琪 趕快來介紹這個小時 跟我一起加入討論的來賓 第一位 民進黨前副秘書長林飛凡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第二位 民眾黨的立法委員邱成遠 安琪好 大家好 第三位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詹維媛 安琪好 大家好 今天柯文哲 新竹市的農地持續的發酵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說自己不賴皮之後 終於怪手進場去刨除水泥 沒想到水泥不挖 不知道 一挖不得了 裡面竟然有大型的石塊 還有鋼筋 現在柯文哲都背書呢 他到底是不是這個農地蟑螂 我們先來看這段VCR 民眾黨記者會上大談居住正義 還找來奧爾斯都市改革組織秘書長彭楊凱出席背書 只是同時間 主席柯文哲卻也爆出農地違法使用 他2015年就對外說 我爸爸也有在新竹幫我買土地 我們自己沒有必要炒作任何土地 也沒有炒作任何土地的動機 柯文哲自認炒地皮非醫師專業 不過看看新竹榮恩段行情價 根據前民眾黨中央委員張益善估算 現在每瓶要價25萬元起跳 若以柯文哲持有的約150瓶計算 當時購入一瓶約10.3萬元 換算下來約新台幣1500萬元 現在市值跟昔日相比至少3600萬 翻倍起跳 他是在這個所謂新竹市精華地段東區 渲少現在剩下的稀有土地 一定會在這個所謂它這個土地重化之後 如果它不是炒地皮 那我們講好聽一點 它可能是在進行一場這個土地的科學魔法 但科學魔法如今動土開挖 那就是對農地的破壞最嚴重的情況 農地的好的土地先土壤先把它賣掉 然後賺了一筆錢 接下來要讓這些不法的公司 把廢氣油把它倒在湖裡頭 要賺第二筆錢 填了廢土也要凸上不會有 變成停車場收租金 收第三筆錢 農業博士陳世雄不以為然 直言柯文哲根本從中謀利 最惡劣的就是等到土地變更以後 農地變成建地 然後又可以得到幾十倍 甚至上百倍的破壞 這個是對我們的國土 保育農地的維護 是最惡劣的情況 柯文哲農地被爆違法 柯家理財術也意外跟著曝光 靜新聞綜合報導 現在大家都說高雄案趕快來看 真正的新竹大祕寶 原來在柯文哲的農地上面 你看到這個圖 就是他今天這個怪獸進去挖了之後 其實前兩天李國章 就是他們民眾黨的黨部主委 他就只是先預告說 因為我們要見解 也不知道挖下去之後底下埋了什麼東西 結果挖下去之後不得了 今天大家發現說這個根本就是有被 這個侵到這個所謂的廢棄物 那現在大家都說你看柯文哲 之前所謂的居住正義 他曾經還說過他要守護農地 結果現在是上乘違法遊覽車 然後下乘的鋼筋磚頭事業廢棄物 非凡你覺得這個柯文哲 接下來要怎麼對全民來交代 我想他這塊農地當然很難自圓其說 第一個是說當然這個陳佩琪也已經公開說 這就是爸媽要他們做的投資 當然我們知道柯市長在面對柯主席 在面對這個很多的爭議的時候 他大概不外乎有幾個套路 第一個是爸爸交代 第二個是媽媽 第三個是太太 國家都會全員出動 所以基本上我們大概也不以為然 就是永遠都是爸爸媽媽 跟太太的問題 那不會是他自己個人的問題 但是這塊農地上面確實是 這個被找出來是他的名字 那二來是這塊土地 大家已經找出很多相關的資料 包括說從2008年開始 甚至2010年之後 這塊農地跟柯文哲之間的關係 就有點令人好奇 大家都說他投資的眼光怎麼這麼精準 是很多人買特農地可能還被套了 對那所以他買這個特農地 特農地什麼意思 特農地其實是說實在 他那塊農地的地利 今天有非常多媒體 把這個資料調出來看 他其實附近周遭的這個環境 其實是不錯的 那一般人的評估覺得說 原本作為農地的話 他的地利應該是蠻好的 那但是當然投資說實在 如果說作為這個一般市民 投資我不認為這件事情有什麼不對 但問題出在哪裡 他買了這塊農地之後 當然這個柯家的說法是說 這是為了要給柯文哲回來職業 回來當農夫 回來開診所 但是實際上這塊是一塊農地 你要如何在上面種出這個診所 這件事情 這個確實很難交代的過去 那他們自己都承認說這是投資 那既然投資坦白講 我認為大家不會質疑 總統候選人有這個合法的投資 或是說合法的資產 重點是什麼 重點在於過去一段時間 他們如何去政治操作賴副總統的老家 如何把一個礦工工僚的整修 把它當作是一個所謂無二不赦的 甚至把它講成地堡 把它講成什麼各式各樣的特權 實際上忽略了當初在區域計劃法實施之前 通過之前 這些礦工的工僚就已經既存在那邊的事實 在礦權廢止之後沒有辦法 沒有政府去有效地處理土地的變更 以導致在金山萬里九份這麼多的礦工 遭遇到當初他們的房屋 原本的礦工宿舍 無法申請合法 無法成為合法這樣的身份 但是他們如何正式操作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終究回頭過來 會打到他們自己 所以被找出這塊農地 最關鍵的問題是什麼 最關鍵的問題是 這塊農地你如果很清楚 它是投資 那實際上投資的本質是什麼 投資的本質是在養地 養地最終造成的結果 我們都知道現在新竹的地價 跟新竹的房價是非常非常高 那這塊土地的市值 也甚至被預估說 可能接下來如果合法成為 這個建地使用 有可能上億的利潤 所以為什麼大家會質疑 是因為你過去一段時間 高喊居住正義 然後把其他人都打成 是所謂的這個違法 甚至把這個礦工的工僚 工宅把它打成是所謂的特權 那現在你碰到你自己的農地 這個農地還是你 已經很長一段時間 十幾年來的投資 投資養地 我們各位都很清楚 台灣房地產的這個上漲 最關鍵的問題 不再只是炒房的問題而已 所有的大型的開發公司 跟這些建商在做的事情是 他要去大量獲得土地 要買農地 要買土地來做變更 這才是台灣房地產居高不下的原因 核心的關鍵在於炒地 那柯主席的這個做法 他實際上他在做的事情 講白話文就是養地 養地的目的就是為了利潤嘛 所以你不用裝得多高尚 說你要好像說得很漂亮 你要立刻去拆 然後那個要拆的那一段話 我相信他們會剪在IG上面 用一個十秒鐘的短影音說 我立刻拆 然後顯示出阿伯好霸氣 阿伯講話很真誠 實際上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他不敢去面對 這塊農地他取得之後 取得之後 我們都知道農地要變成停車場 有幾個過程 農地要成為停車場之前 他必須要先把他的這個農地的 這個原本表層的土先跑起來 表層土跑起來之後 他一定會有一個大坑洞 這大坑洞之後做什麼 就是大家現在在圖片裡面看到這些東西 就是事業廢棄物倒進去 事業廢棄物倒進去 我們就要問當初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九鼎 這家這個建商開發公司 包括投資的柯文哲的柯主席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沒有有沒有一部分的利潤 取得一部分的利潤 你有沒有允許或是接受 他們把事業廢棄物 或建築廢棄物埋藏在裡面 這是大家會問的問題 不要說這是抹黑 這是大家會問的問題 事業廢棄物埋進去之後 你要再鋪上表層的土 大家就會問說 好那你現在鋪上表層的這個水泥之後 那接下來下一步 它變成停車場 這個停車場正式收租的租金是多少 一個月是多少錢 收了幾年收了多少 那現在你要再這個 回復到原本所謂的農地使用 大家都知道 那個一般的農地 如果一旦經歷過這樣子的摧殘 把事業廢棄物埋進去 再把水泥蓋上去 它要恢復一般農地使用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根本就已經污染了 所以它至少有三層的問題 必須要解釋 第一層問題是 它當初作為這樣的投資的行為 投資不一定等同於投機 但是投資的行為 在等養地這個事實 它必須要交代清楚 它實際上 過去在聲稱的所謂的居住正義 但它實際上在做的事情是 它自己也有一塊地 在養地等著 漲價之後要吵 那第二件事情是 剛剛所講的事業廢棄物 它有沒有跟這個廠商 包括當初這些建商 有沒有什麼樣的合作關係 有沒有收受到任何的利潤 第三件事情就是這個違法的停車場上面 到底收了多少年的租金 這三件事情它必須要帶清楚 我們來看一下一張CG 這張CG是在告訴大家說 像剛剛非凡有提到說 大家現在在幫柯文哲算 他那個出租停車場到底收了多少錢 那柯文哲就說 他把這筆錢捐出來 那今天黃珊珊就出來 還原時間點之後 反正簡單來說 他算完之後 他就說柯文哲總共會捐出 120萬給新竹市的社會局 但是就有一些算法都不容 例如說用空拍圖去看 大家就發現說 明明你柯文哲買完地之後 隔一個月空拍圖上面 立刻就已經有停車了 那怎麼可能只收120萬 但是柯媽媽呢 就是剛剛非凡也有提到 柯家就一家都出來救援 柯媽媽就記者跟他回應的時候 他就說 我們沒有賺多少錢 政府怎麼會怕人民太好 我以為你有沒有覺得 怨嘆自己說 眼光怎麼沒有像柯文哲這麼精準 沒有我想這不是 自己有沒有那麼精準 而是我們有一個 像柯媽媽柯爸爸一樣 這樣子眼光獨到的爸媽 好再提早幫我買一塊地 但我覺得先講一件事情 柯文哲的事情是柯文哲 那賴清德是賴清德 那我知道上一小時 有討論過公僚的事情 但問題是其實 公僚他是現在是 現在是寄存為件 那我們討論是賴清德 對這件事情的態度 並不是因為這寄存為件 就牽扯到所有的礦工的公僚 他都是要去拆除 因為寄存文件是緩拆的 新北市政府也知道這個事情 但民進黨現在一直把所有 跟其他礦工工僚扯在一起 就是說賴清德 家裡被拆掉之後 其他人要被拆 目前沒有這一回事 那未來要朝向比較合法 或合理的推動 這也是經過這件事情 藍綠或是藍綠白 疫情努力的事情 回到柯文哲的事情 柯文哲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我其實覺得柯文哲 應該是流年不利 怎麼講 這件事情最早前兩天爆發的時候 我覺得不是特別嚴重的事情 是個瑕疵 沒錯 他買個農地 然後去做投資 然後不管停車場 還水泥地 的確是違法 而且其實不合常理 大家是不太能接受 但相反的是 這件事情也很好解決 因為柯文哲只要跳出來講說 我把這塊的水泥地 把它刨出之後 還到原本農地的一個現現況的時候 大概就可以做一個止血的 我覺得會被人家攻擊 但不會一直燃燒下去 就後來看到今天 柯文哲媽媽 我覺得因為長輩 我覺得講話有時候比較直接 我們就不太多琢磨 但是老實講 沒賺多少 但是柯文哲你這塊地其實是 不是農地農幼 你是拿去做一個出租的使用 其實違反他地目使用的原則 其實不是賺多少錢 是這筆錢本來就不能賺 那回到黃珊珊 黃珊珊今天有跳出來 就是說這個09年開始這個農舍的部分 因為農舍 他這邊也去設一個防火牆 因為現在綠營開始質疑說 這個柯文哲這塊地 是不是跟所謂九鼎營造開發等等 有一定的關聯 所以農舍的部分才給他出租使用 變成他們的辦公室 那黃珊珊今天講說 因為原地主 就已經跟九鼎這個公司 簽訂契約了 所以買賣不破阻領 所以柯文哲他們這些就是寄售者 他們新的土地的使用者 他沒辦法去影響這個合約 這法律上的名詞的確這樣子 你知道 那另外就是遊覽車部分 從2020年開始20萬嘛 那我們就回到08年的空拍圖 柯文哲當時一開始買的時候 他就告訴大家說 他知道上面是鋪水泥地 那其實上面還有停車格規劃 那你說這是開放給一般新竹的朋友 免費使用停車廠嗎 我相信應該不是吧 那我覺得製作單位很佛信號 把他計算說這個停車費 一個月租還一千塊 有沒有這麼便宜 好 我們就一千塊好了 聽說地理位置很佳 什麼十五分鐘就到竹科 十五分鐘就到清大交大 所以一千塊 但是也不會太貴啦 好 那我們就算一千塊好 的確嘛 有四來八二結婚 這次黃山是沒有提出來的 那這塊被計算出來之後 那黃山是不是也要把這個租金 所謂的捐給 所謂他們現在新竹市的這個社會處 這樣子我覺得也都很好 反正黃山跳出來止血了 沒想到今天早上發生一件事情 因為他們要把那個水泥地把它刨開嘛 為什麼留年不利 第一個 民眾黨這個是有點 這次有點作秀做過頭 他去發彩通 他去讓媒體過來拍 說我們要挖囉 那個怪獸一挖下去 所有媒體都要挖 都要拍嘛 然後大家覺得說很棒 要把它拋出 沒想到一挖下去 跑出來一開始 第一堆土 馬上就發現裡面有鋼筋 有這個磚塊 紅磚 然後甚至還有類似混泥土的東西 然後大家一看就發現連那個 那個議員李國章對不對 那議員他也發現不對 因為看到這東西就是我們建築的 一個一般失業廢棄物 那一般失業廢棄物是不能隨便丟 因為隨便丟它是有很重的拔 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那接下來怎麼辦 要怎麼解決 這就是柯文的接下來面臨困難嗎 所以現在所有的媒體都要討論說 那為什麼會有失業廢棄物在裡面 那後來有人調出空拍圖說 19年到20年的時候 這塊地從原本的小客車停車場 刨除掉了變成一堆土 還有一些樹木在上面 看起來已經要重新整地了 然後沒想到過到20年的開始之後 就變成現狀看到油染車的水泥地 那我們就要問當從小客車的柏油路 把它刨掉變成中間土的時候 到所謂油染車水泥地的時候 這中間過程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一般失業廢棄物 是不是在這個時間放進去的 極有可能怎麼講 今天記者挖的時候 是往下挖一公尺才挖到 然後再往下挖一公尺 就等於是挖兩公尺的時候 才出現原本的土層 而現在這塊油染車水泥地的高度 他不是兩公尺填高 他跟旁邊周遭地基本是平的 換句話說 當時有人往下挖了一公尺以上的距離 把這些東西填進去 那什麼時候填嗎 看起來很像是在那個時候 19到20年整地的時候 很有可能是在那時候填的 如果真的是證實在那個時候填的話 柯文哲包含其他幾個總共五位地主 都會面臨這樣子一個 請到世界廢棄物的 可能有這樣的刑責 這也就是為什麼 我說柯文哲留言不利 原本好不容易要解決這件事情 大家不討論把戰場 回到賴清德的寄存文件 還到好有疑的身上的時候 突然之間下所有的美光燈焦點 又在柯文哲身上 我們來看一下一張CG 這張CG大概就是 從後來 因為柯文哲第一時間的說法 後來大家去還原之後發現 他其實這種說法 其實有點漏洞百出 他那時候就講說 買地是爸爸幫他買的 然後他說他如果不是記者問 他還不曉得這塊地 那陳佩琪當然就是趕快救援 救援之後他也是說 晚輩對這塊地 不會有什麼智慧的這個餘地 這個東西就是 當然大家都覺得有點奇怪 而且現在呢 就是也被挖出來說 欸 你說如果真的是 你的父母幫你買的 然後去跟其他的醫生一起合買 我覺得網友真的很厲害 還會去幫他整理說其他土地持有人 都是婦產科 股科 內科眼科急診眼科的醫生 等於就是說 他們看起來好像當時買這塊地 是不是有預計 未來其實是要蓋醫院 還是等這個土地變更之後 投資才這麼精準 那個委員 我想這個事情 還是要回歸到事實的本質 那確實這塊地 那他不符合地木使用 那其實農地就是要農地農用 我想這一點是沒有什麼空間 可以去討論 那現在就是 我想柯文哲主席 這次碰到這樣的事情 其實社會大眾要看到的是一個態度 那柯文哲基本上 我們認為他沒有這個草地的動機 那這個部分 他也對外說過 這個是他的長輩 跟友人共同置入的 那遇到這個事情 第一件事情 那當然態度就是依法行政 那以我這邊最新的資訊 應該在今天稍找 不好意思 稍找他的這個相關的租金 跟的房舍 房舍跟土地的出租所得 總共一百二十萬元 正式的匯款單 都已經這個賄賂 這個新竹市政府的這個社會處的 這個救助金的專戶 所以這個第一時間 有先做這樣的處理 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是儘快把這個地木 恢復到這個農地農用的狀況 那所以今天當然就是有請 這個怪手去做相關的這個處理 那當然有挖到廢棄魚的部分 那現在既然已經碰到了 我想該怎麼處理 就怎麼處理 基本上態度就是依法行政 儘快回復到相關地木使用的狀況 我想這個是基本上的一個態度 那大家現在都說 柯文哲之前還說要守護農業 結果他現在把這個農地 然後這樣就是一種污染了 我想碰到事情面對問題就是解決問題 那既然已經碰到了 我想社會大眾要看到的是這個 當事人的基本的態度 那當然現在其實以要參選中華民國總統的 三位候選人來講 其實都有 大家為什麼會對這樣的議題非常關注 因為大家基本上年輕人對居住正義 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感的 那不管說是這個賴清德主席的 這個所謂的 據存違建的這個所謂的 這個礦工的這個 據存違建的這個案子 還是侯友宜市長 是不是有這個包租公的一個情況 其實大家要看的是 政治人物處理的態度 那像賴清德主席 在這個 據存違建的這件事情上面 處理上就沒有那麼果斷 那包含就是說 他雖然在證件發表會說 他要把他公益信託 但是我們知道 至少要先就地合法 才有辦法進行下一個程序 那包含其實這件事情 大概有兩個多月了 那如果以賴清德主席過去 不管在處理黨內的黑金 學倫IMB 甚至是這個陳志忠 他們相關的這個法律案的態度上 其實他是非常果斷 非常明快的 但是我們也很納悶 為什麼在這件事處理上 並沒有這麼的果斷明快 那另一個部分 那侯友宜市長 他身為新北市的大家長 在處理這個案子上的態度 也是讓我們會覺得 比較有點存疑 那既然柯文哲 今天這個新竹的這塊 農地的這個問題 今天既然已經發生了 我想我們就是值求對決 用最快的速度來去處理 但是在相關的這個怪手進去之後 包含後續的廢棄物處理 其實他都有一定的法定程序 我們這個部分也為請 相關的律師團隊 跟新竹市政府相關的機關 照相關的法定程序 一步一步來去把他用最快的速度 去處理完成 也希望就是說表達我們 對這樣事情的態度 給社會大眾知道 好 2024的總統大選 現在變成一種土地的攻防戰了 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大選進來講 2024的這個副總統政見會 唯一一場而已 就在週五的晚上登場了 那這一次非常特別 因為其實大家都說 這一次總統選舉好幾次 這一次是副手最搶戲的一次 因為這個趙少康 大家都知道政治金銅 然後對上這個台灣戰貓 然後還有這個民眾黨 則是無心營 那其實賴清德在 這個總統的政見會首波的時候 他就故意酸說 這個總統是不可能有保母的 我們不接受副總統架空傀儡總統 維遠他就是在講你們 趙少康就是侯友宜的保母 我想說今天就是說正副總統 其實他是一個搭檔對不對 那今天其實包含賴清德跟蕭美琴搭配 也是希望說第一個蕭美琴女性特質 以及他在外交上的一個經驗 然後國際觀等等跟他有加分 所以我覺得正副總統本來就是一個組合 那彼此這個結倉不短 所以因為什麼互相保母的事情 好像比較像是兄弟互相扶持 那回到今天所謂的副總統的 一個政見發表會 感覺大家期待感 可能比總統的政見發表會高一點 主要原因是因為這個幾個人 真的是目前都是新聞跟流量的一個翹楚 無姓柯文哲好不容易 就是在這個吳欣盈去這個氣候並遷大會 COPUSPA之後 那整個整個焦點回到柯文哲身上 但吳欣盈回來這幾天 大家發現其實新聞點又跑他身上 包含他昨天去館長的直播的時候 也這個不能說失言 就是說把把台灣還給國家 好像是類似的東西 就是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在於說吳欣盈其實他的母語 其實英文跟台語要多 對 但他台語雖然會講 但他台語還是有一個 就是應該是ABC的槍啦 就是聽起來你會覺得沒有那麼的 沒有那麼的道地這樣子 所以吳欣盈他在辯論的時候 他最大的問題會在於說 他講國語的時候 那他會不會有些詞不答義的時候 甚至也不小心講錯話 這是他必須面對的事情 而且我認為現在吳欣盈他急欲要表達 他是一個能擔當副手的這樣子的人 所以我覺得他在很多地方 都很強強的要表現 因此今天我猜這三組候選人的 大概蕭美琴應該是會走一個 比較穩健的路線 因為畢竟是領先者 把過去的政績好好的講述出來 包含政見說出來就好 那趙少康大家會覺得說 他這個口禪遍擊 應該會主動進攻 但其實吳我們在這個 我們在這個所謂公開場合或政治圈 我們都知道 當男生跟女生在對役的時候 對戰的時候 你即便太有理好 即便但你太過於盛世靈人的話 其實觀感也不太好 所以你說趙少康會不會左打無欣 右打蕭美琴 我認為不太會 反而是怎麼樣 真的嗎 沒有我怕他會講到忘我 趙少康他一定是公賴清德跟公柯文哲 那但是必須副手還是需要幫他回答 所以這樣子 那當然我知道現在趙少康有很多事情 大家也想攻擊他 所以我相信幾個東西 也會去圍攻趙少康 所以我們基本立場 大概就是說趙少康處於一個 就是公主帥 但是他還是一個保守 回答他自己的爭議的時候 他這個時候好好去回答 所以你說攻擊國籍問題 可能會在深論的時候提一點 但是國籍問題 現在基本上 因為內政部中選會都已經給了一個認證 那你在現在沒有特別多的資料情形之下 再怎麼講 也是變成說各自同溫層取暖 所以這個我覺得外衣效果不高 畢竟現在我們國民黨 我們藍營的候選面對問題是 我們現在差了一點中間選票 差一點年輕票 我們民調就還差那一點點 所以重點不是去像同溫層取暖 去鞏固同溫層 而是要跨出同溫層 去像年輕人或其他人接地氣的話 那趙少康當然有這樣子的能力 非白你覺得趙少康會疼惜這兩位女生嗎 我覺得以趙少康過去的個性 恐怕是不會啦 那我自己 當然我委員剛剛講的這個 我充分尊重 但是我自己的判斷是 我覺得趙少康過去一段時間 他當然比較像鬥雞的性格 這個大家應該看過他節目的 或是認識他的人應該都知道 所以我自己感覺 他當然很有可能會做比較強勢的主攻 那我回過頭來講說 為什麼賴副總統 在他的這個總統政見發表會的時候 要特別強調說 總統是不可能有保姆的 那也不接受副總統去架空這個傀儡總統 其實關鍵在於什麼 關鍵在於說 這個藍白破局之後 其實在這個侯友宜 這個國民黨正式確定 找趙少康當副手的時候 大家不要忘記有幾個趨勢的發展 第一個是說這個趙少康自己很搶戲 這件事情大家都 大家都有所感 我們就不用多提 但核心的關鍵是什麼 核心的關鍵是在趙少康正式成為副手候選人之後 你看到過去戰鬥欄的八項政見 現在變成是這個侯友宜的正式的政見 包括什麼 包括重啟服貌 包括說要開放大量的中生 來台就學就業 那這個都是過去趙少康在他還沒有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前 那一次的這個戰鬥欄的會議上面 他很直接的丟給當初的侯友宜市長 侯友宜總統候選人 他說這個給總統候選人參考 要不要用沒有關係 但是當趙少康成為副總統候選人之後 立刻你看到這個侯友宜通盤接受 包括開始這個重啟服貌 包括開始喊大量中生就學就業 所以這個是為什麼大家會質疑 那二方面是現在有一些部分的爭議 確實包括趙少康提的這個 跟賴副總統的這個礦工的老家 他要來對賭嘛 對賭說這個你只要願意拆你的這個老家 這個我就來辭中廣的董事長 但實際上他被大家發現的是什麼 他雖然這個下市對上市 但他在主導一個話題嘛 他在用他的副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去對賭總統候選人的這個私用的住宅 而且是礦工工僚的老家 但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情 他是坐擁57億中廣的副總統候選人 他到今天為止 他不願意放棄57億中廣的這個控制權跟身份 為什麼要特別提控制權 因為持續董事長不代表 這個他就喪失了對中廣的影響力跟控制 他還有將近這個最主要的股東之一 他是將近五分之一 都是他在控制 所以他願不願意把這些股份釋出 願不願意把這個股份 一樣我們也不用要求他完全捐出來 你要不要乾脆也捐作公益信託 實際上這個是大家會面對的 會討論的問題 那二來是中廣的問題 實際上也會 我相信今天晚上 包括吳欣也好 甚至其他的這個 我相信我們的路線是比較 像委員剛剛所講的 走一個比較穩健的鋪陳我們的論述 告訴大家我們這幾年台美關係的成果 但我相信 這中間的攻防跟交鋒的過程當中 大家一定會質疑 你趙少康是如何從一個 把中廣從國產變成黨產 再從黨產變成私產 的這個過程是會被質疑的 二來是現在包括現在的土地爭議 中廣其中最令人詬病的是 他還握有大量的房產跟土地 作為中廣的資產 包括我們在仁愛路的地堡 這是都是被大家質疑的部分 所以我相信這個幾乎 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會成為 這個話題的焦點 當然也要看另外兩位的 這個副總統候選人 會怎麼樣去做攻防 委員你怎麼看就是說 現在大家說之前吳欣穎剛被提名的時候 柯文哲還就是幫他上課 就說你面對媒體或者是怎麼樣 因為你現在突然被提名 變成這個美光燈的焦點 所以有的時候講話分寸上面 要有一些拿捏 你覺得從他那時候一開始 有一些嗆記者什麼之類的爭議 到他今天上場正式 跟另外兩個人交鋒的 第一場證件會 也可以說是唯一一場證件會 你覺得他在表現上面 你們現在黨內什麼 我對他非常有信心 因為如果說民眾黨內 應該我跟他是最熟的 因為我是立院黨團的總召 那過去不管在部分區提名的階段 或是後來進入立院的階段 我跟他是最多相處 那你說上課或是意見交流 我覺得倒是就是 因為當時他可能 因為他過去受的教育 是英國美國 那他當然他的故鄉是台灣 他是他的母語是台語 他有時候他的語言邏輯 他必須有時候用英文轉化回來 所以有時候在用詞上 他才會需要再去做一些轉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在文化 跟背景上面的一個調整 還有適應台灣的媒體生態 因為台灣的媒體生態 有時候他會比較容易 這個取他中間的 然後來去做相關新聞的一個論述 但是我們必須說 我覺得大家都畫錯重點 因為包含那個總統 證件發表會那一天 其實他不是辯論會 他是證件發表會 他並不是有交叉結問 或者是政策政治工坊的一個 當然大家會去做相關的 這個政治論述跟媒體的效果 但是我們的團隊是這樣 我們接受到這個訊息 他是證件發表會 當時總統的證件發表會 他就是說給你三個回合 每個回合就三個十分鐘 那就是講述你對國政的論述 所以柯文哲那天就很單純 他就開始講居住正義 講財政紀律 講他一個一個一個 反而就是在政治攻擊上 沒有那麼多 那我甚至認為吳欣穎 基本上今天應該也會是用 這樣子的方式 講述他能夠為臺灣 為中華民國帶來什麼 那相對於來講 其實從今天還沒有登場 我不知道 但是從前兩天的總統辯論會來看 其實還是回到臺灣 目前的政治現況 藍綠惡鬥的老路 藍的罵綠的 綠的罵藍的 那為什麼會有六成的選民 希望政黨輪替 因為民主政治最佳的防腐劑 我想也是政黨輪替 那這個政黨輪替是不是就一定是要國民黨上來 或者是讓民進黨繼續執政 還是有很多會期待這個所謂第三勢力 跟中間選民的這個沉默螺旋 我覺得這次的選舉就是一個很好的指標 那吳欣穎 我相信他今天的表現 會出乎大家的意料 因為他其實對於一些 我們臺灣在國際上的地位的問題 或者是產業的發展 甚至是在數位 你會不會覺得趙稍康已經在摩天插掌 我覺得因為趙稍康 因為我必須說 從藍白河破局之後 其實基本上藍綠就是回歸基本盤 其實真正的大選 大家除了內聚之外 最重要是要外擴 但是似乎藍綠兩黨 現在對於這一塊 感覺好像就是比較 都是往自己的基本盤 來去做相關的凝聚 所以趙大哥 他身為一個非常資深的媒體人 其實他在掌握新聞的議題 在做正式的攻防 是非常精準的 他用一個副總統的身份 就去對賭中央候選人 就是說我辭中央董事長 你如果你參與了違建 我就辭中央董事長 這一招是對於深藍的選民 我覺得是有很強的凝聚的功能 但是中間選民是不是就買單 因為其實中間選民 大家關心的還是說 能不能安居樂業 房價能不能掉 然後我的小孩的教育的問題 甚至是交通安不安全 我覺得這個現在是目前台灣碰到的現況 那蕭美琴副總統 因為我應該是在野黨 今年跟他相處最多的 我美國就去了兩次 所以我有看到他在台美關係上的表現 確實是也值得大家來去肯定 這一點是沒有話說 但是他今天會搭配賴清德 這個主席 他主要也是要補足過去美國 可能對賴清德副總統的一些疑慮 或者是要補足在台美關係之間的 所以我覺得副手的搭配 本身他除了政治考量上 還有他的互補性 其實是最重要的 那包含侯友宜市長 為什麼當時找趙大哥 除了要凝聚藍軍之外 就是攻擊力要再強一點 每天就是對不對 現在就每天都罵柯文哲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都罵柯文哲 不罵賴清德 應該要多罵賴清德才對 但是如果說持平而論 三組候選人 吳馨穎跟柯文哲 他的互補性是最高的 不管從性別年齡 成長背景教育文化 甚至是關注的議題 我個人認為這個是非常值得期待 如果國民黨屬於是傳統的宮廷政治 民進黨是屬於現在執政的派系政治 那民眾黨這一組人就是 台灣政治的新創平台 我覺得是非常值得期待 好我們先休息一下廣告回來之後 繼續討論 歡迎回到大選進來講 現在選舉只剩下三個週末可以倒數衝刺了 我們來看這個賴清德是從昨天開始 他啟動了他這個民進黨的環島拼圖 他昨天一整天就跑了這個東台灣 然後拼出這個選隊的人 那朱立倫的部分他則是一直強調說 接下來要把重點放在南部 他們之前國民黨也有所謂的南侯北照 這樣子的策略 那柯文哲在上個週末台南跟桃園造勢完之後 大家有一點看到說 其實怎麼民眾黨好像也是有陸軍 不是全部都是空軍 然後他這個禮拜就是會在新竹這些地方 來辦這個所謂的三粉造勢 也就是說現在最後這一個禮拜 就是這個要大家要陸軍火力全開 那非凡你覺得這個賴清德他的規劃 就是說他這樣台灣他想要再繞一圈 再多繞幾圈 這個在最後二十幾天 你們就是操盤或是看過這麼多選舉 這個策略是有用的嗎 當然因為我們現在其實選戰最後關頭 我們現在最主要的主戰略大概最後這一段時間 我們其實有三個比較大的活動 第一個是這個海昆護國青年挺臺的 這台海昆號其實它是一台五台車 到每個選區關鍵的選區去跑一遍 那目前到現在為止已經第二週 那接下來下一週是第三週 那這個行動會繼續在我們的立委選區裡面 特別是幾個關鍵的立委選區 我們會把它掃過一遍 那希望就是透過這台海昆護國的這個五台車 加上他的演講的這些卡斯 能夠帶動立方立委的一些選情 包括說有一些基站的選區 大概十五個基站的選區 我們希望能夠再多幫他們一把 那第二個當然就是賴主席 在昨天開始的這個環島拼圖 那這個預計是一個四天三夜 要把台灣的每一個基層再跑過一遍 但是他跑過一遍的過程當中 他也不只是這個就是拼圖拼字而已 實際上你看他這一段時間 從昨天他在每一場現場講的話 他是談在地願景 他談地方的政見 包括說他對每一個城市的期待跟想像 在接下來下一個四年 他要做哪些重大的建設跟計畫 讓整個地方能夠再大發展 所以其實他是透過這個行動 他不是只是純粹的路站 包括說還有空站上面 希望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這三組候選人裡面最早提出具體的 國政願景跟政見的 其實是民進黨 那他從這個今年四月份開始 我們陸陸續去開了這個非常多場的 這個政見的發表會 但是我們看到其實那一段時間 對手其實是糾結在這個藍白陣營之間 到底要不要合 那要如何所謂下架民進黨 這個這樣子的議題 那所以其實我們最後這一輪 其實就是希望更扎實的去 告訴地方的基層 那同時也透過這個行動能夠把我們過去在國政台北的 這個政策記者會裡面 所公佈的這些政見到地方上面去講給所有我們的支持者聽 那你怎麼看就是說 現在國民黨就是說 他們他們現在看起來最後這三個週末 他們要重兵壓陣在南台灣 他們可能想說南台灣我少輸一點 然後北台灣多贏一點 就有機會可以逆轉身 我想我們看得出他們的這個用意了 就大概就是所謂南侯北照 然後或者是說就是要下到這個中南部去 希望阻斷這個民進黨所謂南票北谷的策略 但實際上對我們而言我們做的事情就是環台一圈 來去因應這個是我們要告訴我們所有支持者 這是一個重要的國家方向的選擇 他並不只是一個所謂頭一次票這樣的決定而已 而是你的這一票會決定未來台灣四年的國政方向跟願景 那所以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選對的人走對的路 其實因為過去這幾年我們看到不管是台灣的經濟狀況 不管是台灣的GDP的增長 還是是我們對外貿易的這個多元化 或者是我們在台美關係的深化跟其他國家 這個有更深的這個緊密的合作 贏得國際的社會信賴 我們希望持續讓台灣走這樣的方向 那這個國民黨強攻的這個所謂南部的這個執政縣市 對我們而言 當然我們就是能夠做的就是我們一樣 到每一個地方基層去其實不只是南部 我們對於北部中部 其實我們也花同樣的心力 所以這是兩種策略最主要的差別 賴副總統現在的這個策略主要是 全台灣走過一遍訴求國政願景 那這個國民黨主要的策略是要去這個南部 強打南部 那我想這個他們主要是政治攻防 我們主要是談國政願景 這兩者之間確實在策略上面是稍微比較不一樣 那委員就是說現在國民黨看起來最後 我剛提了嘛 最後三個週末就是想要在南部的部分 是拚少輸一點 但是這樣子會不會也有一點對北台灣太樂觀 因為我們之前有提過 其實侯友宜在新北市的本命區他的民調不是特別的高 侯友宜的確在新北市的本命區曾經在幾個月前還曾經輸過 那這一個月看起來新北市開始變成領先的局面 但領先沒有很多 不到他之前選市長的時候來得那麼強勢 但為什麼會所謂的這樣子要固難台灣 很重要一點在於就是說現在民調看起來北台灣的支持的局勢 相對比較穩定 然後另外就是這一次國民黨的總統選舉很好玩 就是我們不只一個母雞 我們有很多個不投的三頭 包括是侯友宜跟周大康正副總統 那我們不分區第一名有韓國瑜 再加上我黨主席朱立倫 以及我們地方縣市首長 不管是台北市的蔣灣 不管是這個桃園市的張山正跟台中市盧秀燕等等 所以我有很多類母雞的人 可以幫忙侯友宜 幫忙國民黨去跑地方的活動 而且他們都是極具所謂的政治魅力的 也能喚起所謂激起所謂支持者一個情緒 所以現在看得出來 以包含今天友台有個民調 他就是譬如說他賴消是33% 後宜是32% 然後柯瑜是24% 裡面其實也有講到分區的一個數字 包含裡面講到高頻頻的 這賴消比例下滑六個百分點到48% 其實還是蠻高的 那侯康則上升7% 然後到了27%也不夠高 但是至少增長7% 用意是在於什麼東西 用意在於說的確我們過去 譬如說我們上禮拜討論是北票難補的問題 好但問題是北票難補 現在其實你說真的三卡度的情形之下 北部的票到底有多少會納入國民黨的這樣子的口袋裡面 其實是很困難的 比例我們沒辦法去特別明確的去了解 所以因此把南部的票再多提升一些 當然是有助於這樣的選票的一個超前 所以所以侯友宜你看他整個 他個人他整個造勢活動 這幾個週末幾乎都在南部 包含上禮拜在屏東 你知道屏東其實過去那個是比較綠的地方 那他整個造勢活動 哇那個看起來那個在地的支持者 國民黨支持侯友也會支持國民黨支持者 那個熱情度跟我以前過往參加過的 所謂國民黨的造勢的晚會 其實不太一樣 那熱情度是真的有出來的 包含 侯友你看他包含他這一次 第一次的政見發表會 他幾乎都講台語 然後也是個很好玩 他講國語 就會一直卡住 然後一直都覺得怪怪的 但他講台語很好玩 他講台語連稿子都不用 他那天也是在屏東 他也是全程講台語 你包含這間方面會講台語 但他講的內容 其實是比較有情感的 那這樣子當然也可以激起一些在地人的一些認同 所以透過這方式 我們接下來說 這禮拜十二月二三號 在凱道的一個造勢活動之外 接下來幾乎所有造勢活動都放在中南部了 之後選前一天的那個造勢活動 才會拉回在這個板橋這樣子 這代表說國民黨 我們現在很清楚知道我們哪裡是落象 哪裡要經營 我們會勇敢的去面對 尤其是中南部不是鐵板一塊 過去雖然是綠營的一個比較優勢區域 但講講講說實在話 賴西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不管是麻豆市場的改建案 不管是雪蔣的治安的案件 包含南鐵東銀等等 也讓其實台南市 雖然整個國民黨選舉還是選不贏 但民進黨包括黃偉哲 他整個是得票數也是慢慢往下降 那南部的民眾面對長期民進黨的執政 他們或許也會覺得 可能想換人出錯看 或者是算了啦 我覺得這次投票意願的機動性沒那麼強 因此不出來投票也有可能 所以南部的確是 我們可以去經營跟努力的地方 我們先來看下一張CG 就是剛剛委員有提到 就是說國民黨接下來就是要經營南部 那下一張CG就是今天 因為今天這個賴清德不是到了高雄市 他今天從高雄市出發 那這個陳其邁在造勢的時候 他就有提到說呢 因為現在民進黨在高雄是八仙過海 那這個但是李柏毅他確實有擔心 因為陳其邁就在抄高雄的盤 可是其實也沒 就是應該是說 這個是我們大家一般覺得綠道出資的地方 但可能被國民黨搶回去一席 反過來我們來看苗栗 這個曾文學他雖然是這個無黨籍的 但是他這一次呢 這個把邱振軍打這個所謂的獨派市長 好像也發揮了一點效果 那苗栗也可能會變天 這個大家覺得是苗栗國難道出資的地方 所以是不是說 就是大家一般評估覺得說 這次撒卡都的狀況之下 也讓立委的選情很難預測 確實有些區域是比較不好預測的 當然我先講一下這個高雄的狀況 高雄的狀況你說在左南區 其實在過去是國民黨藍大於綠的地方 因為他畢竟他的眷村比較多 所以其實上一次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是這個劉士芳委員 是非常辛苦的從這個左南區 把他從國民黨手中拿回來 那個時候其實也費了一番功夫 說實在 那那個時候高雄能夠八千過海 甚至連左南區傳統上被認為是 藍大於綠的選區都能夠拿回來 關鍵真的在於當年那個大的事 2016年整個大的大的風向 我覺得總統得票率最高 所以現在當然你說 整個選戰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不管是民進黨還是國民黨 或是民眾黨 大家可能都稍微有一點感覺 說今年的選情 其實特別跟過去不太一樣 是稍微有一點 有一點悶有一點冷的感覺 那這個我們確實在全台灣 我自己這樣跑過全台灣 我自己也有所感就是說 很多地方甚至還沒有意識到說 在二十幾天就要投票 那當然跟大家可能對於政治的 這些攻防 這個吵雜 紛亂 以前最傳統就是這個民眾黨說 我們是藍綠 這個藍綠惡鬥 但是現在白的也加進來 然後然後其實也是一樣 這個每天七嘴八舌 很多選民確實對於選舉的攻防 是有點這個 英文講 fatigue 就是這個疲乏 那左南區的狀況 當然確實現在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是藍綠之間五五波 這個確實是有點膠著的情況 需要在藍綠之間 我相信大家最後都會再衝一把 那因為他畢竟在這個過去傳統藍大魚綠 然後這幾年又剛好是民進黨執政 那另外一個我們碰到的狀況是 確實是因為劉士方委員 他現在要交棒給這個新人是底博義 所以在地的這個交棒 確實要再把這個支持轉移到另外一個候選人身上 確實會碰到一些困難 但是我們確實也發現有趣的現象是苗栗 大家傳統上也認為說是藍大魚綠的地方 那甚至可能很多人過去把苗栗當作苗栗國 但是現在看起來 這個苗栗的這個年輕世代 曾文學的這個支持度大多數是來自於苗栗的年輕人 那所以苗栗的年輕世代在這一次 我認為經歷過上一次的這個地方的大選 其實這個上一次徐定征跟這個 中東景的這個競爭 大家就已經覺得說 這是很希望能夠把它翻過去 因為中東景畢竟他過去殺人 殺人放火的經驗 這個是在每個地方講出去 大家都是就是覺得是鄉野奇壇啊 但是是真實故事 所以苗栗的年輕世代一直有想要擺脫過去那個被大家認定 是一個畫外之地或苗栗國這樣子一個黑道治理的城市的狀態 所以加上邱鎮鈞的這些爭議 我相信曾文學是很有機會把它翻過來 那成員你自己在這個選新北中和嘛 那委員就是說你們這個撒卡都的激戰喔 那相較於這個藍綠 各自只有這個藍綠對壘的戰區喔 你覺得戰況最不一樣的在哪裡 戰況最不一樣喔 我剛剛飛滿也有提到說這個年輕人嘛 可能會變成好像這一次大家會去左右選舉 那你們民眾黨的支持的又是年輕人居多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回到上一張那個造勢的 我想講一下 今年的選情 真的是比較冷比較悶 那老實講藍綠現在都回歸到基本盤的時候 其實在這種組織動員 如果大家過去有印象 大概最成功就是蔡英文的三隻小豬嘛 然後當時阿扁的228護臺灣嘛 牽手護臺灣 還有這個韓國瑜當年的三三造勢 那個都是一時之選 可是今年好像不管大家做什麼 那個那個熱情沒有辦法出來 但是每個政黨當然有他的戰略 那國民黨當然決戰中臺灣 那往南部 因為侯友宜當時會被提名 也是他的形象比較中間 甚至有比較符合中南部的這個鬼靠 對 自己人嘛 自己人 所以這個我覺得策略上當然是這樣 那民進黨當然他有 他有這八年的執政經驗 當然他會訴諸他的政績的訴求 但是我要想國民兩黨過去都有執政的經驗 那執政過去就會有包袱 所以我覺得他們還是很多 有他們傳統上的限制 但是每次大選 大家最後要爭取的 都是這些二十趴 甚至二十五趴 未表態 甚至是這三十趴的中間選民 那這一次是一個比較有一個比較硬的 這個第三勢力 就是民眾 這個主觀的民調都有二十幾趴 以上的狀況 那如果說三個 三個政黨的這個組織 這一次 也不能看 你預備喔 大家先去吃三個 不是大家 說四趟 一定要